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看见自我的美好是一种放过 你一定看到过有太多人去放生 但是放过自己的人很少 放过自己才是世上最顶级的放生 首先要学会善待自己 人有两只眼睛 总是盯着自己的阴暗面 就是看不到自己的美好 能看到自己一时的过失 却看不到自己的成果 能看到自己一时的胆怯 却看不到自己的勇敢 能看到自己一处的缺点 却看不到自己的闪光点 世界上没有什么过不去 只有自己和自己过不去 人最大的愚蠢 就是以灵魂下跪的方式去否定自己 忽视他人的缺点是一种放过 外面没有别人 只有我们自己 他人是我们自己的一种外在影像 人生本无侃 一切过不去的侃 都是自己和自己过不去 人心本自由 一切束缚障碍 都是自己给自己下的圈套 一切痛苦烦恼 都是自造自找 一切善果善报 都是自作自得 人到了一定的年龄 总要有一笑了之的胸怀 和看淡得失的心态 这不是冷漠 也不是玩世不公 对他人的理解 对放手的释怀 是一种解脱羁绊的智慧 作家一书说过 一个人真正成熟的标志 就是发觉可以责怪的人越来越少 欧洲也有一句谚语 如果常常流泪 就不能看见星光 如果你常常指责和抱怨 一定就会丢失那些琐碎 却闪亮的快乐 我们要学着 内心平和减少生气 不和自己生气 更不要和身边的人生气 生气不仅摧残了对方 更多的是摧残了自己 能够看到自己的缺点 就会对别人的过失 多一份宽容 能看到自己的吝啬 就会对别人的贪欲 多一份理解 常言道 世上本无事 庸人自扰之 看看一些 心就没那么累了 回归清净无染的内心 诸恶莫作 众善奉行 利益众生 使得善报 佛说 这个世界最好的放生 就是放过自己 不要和往事过不去 因为它已经过去了 不要和现实过不去 因为你还要过下去 来者要吸 去者要放 走不出自己的执念 到哪儿都是囚徒 人最强的时候 不是坚持的时候 而是放下的时候 当你选择腾空双手 还有谁 能从你手中夺走 不执着于悟念 是一种放过 不以悟喜 不以己悲 得失随缘 随遇而安 生活便会 云淡风轻 一位禅师喜欢兰花 种了许多名贵的品种 平日讲经说法之余 他总是细心照顾兰花 爱之如命 有一天 禅师要外出云游一段时间 临行前交代弟子 要好好照顾兰花 谁知 有一名弟子浇水时 不小心把兰花架绊倒了 花盆全部摔碎了 兰花散落一地 弟子吓坏了 心想 师父回来看到 心爱的兰花这番景象 不知道要多生气 禅师回来后 弟子立刻跪在他面前 请求责罚 没想到 禅师一点也没有生气 禅师温和地 安慰弟子说 我养兰花 不是为了生气的 抛下物念的负累 放下生活的苦累 学会适时 放过自己 得失随缘 随遇而安 曾看过这样四句 非常有灵性的话 无论你遇见谁 那都是对的人 无论发生什么事 那都是注定的事 无论什么时候开始 那都是适合的时刻 无论什么时候结束 那都是正确的结束 命里有时终须有 命里无时 莫强求 兜兜转转 总会来到 和你无缘的东西 总有一天也会失去 进人事 听天命 一切就是最好的安排 什么是幸福 其实就一个答案 是你自己的内心感受 就像会开禅师的一句话 若无闲事挂心头 便是人间好时节 其实 人生真正的幸福 想得开 看得清 放得下 比较生烦恼 放过自己 才是对自己的救赎 每个人的人生 都是一个故事 如果你过得朴实无华 那就是美好的 但是 如果在故事情节里 掺杂了比较 就会让你的人生 黯淡失色 不仅自己不幸福 还会让别人 对你不屑一顾 久而久之 喜欢你的人少了 而讨厌你的人 却在日益争多 小林结婚三年 不久前 听说她要离婚 一个人抱着 一岁半的女儿 回了娘家 听小区里的大妈们说 是因为小林 不会过日子 男方提出了离婚 原来 小林结婚后 总是和闺蜜 比吃穿 比住行 比闺蜜用的品牌口红 穿的名牌衣服 只要是看见了 就得买到手 成天就是买买买 其实她花钱的方式 她的老公和婆婆 也提醒过她 可她根本听不进去 小林比较的心 一直在兴风作浪 她难以控制自己 和别人比较之后的消费 因为她总和别人比 时间长了 婆家人就开始讨厌她 就连闺蜜 也都用比式的眼光看她 小林很苦恼 想回去 婆家人又不认可 只得待在娘家耗着 最重要的是 在比较中 你不会开心 因为你一直在用 比较的心理 囚禁自己 根本没办法 真正快乐起来 其实 幸福不是比出来的 而是自己过出来的 目光总是放在别人身上 永远活在他人的世界里 用别人的条件 约束自己的灵魂 所以 人活着 还是走自己的路 过自己的日子 花销 都自己来转 别比较 生活才会给你幸福 不要期望太高 一样都是生活 作家马德说 我慢慢明白了 为什么我不快乐 因为我总是期待一个结果 人如果减少期待 就是对灵魂的自律 而减少对灵魂的施压 才是放过自己 人生才会快乐 生活中 对别人期待太高 是一场灾难 1965年 美国将军斯托克·戴尔 在战争中被俘 受尽了折磨 直到八年后 才被放回国 当时许多 比他身体好的战俘 都没熬住 而他 却能挺到被放 当有学者采访他 问他是怎么度过 这八年的 他回答说 我之所以能活下来 是因为 我对未来 没有太高的期待 现实生活中 如果你真的实力 可以和期待相辅相成 就会等到你预期的结果 而如果你没有实力 你的期待 就会让你大事干不了 小事不想干 结果一事无成 世界上的任何一件事情 如果努力 都会有成功的机会 每一件事情 只要沉淀下来 安静下来 用心去做 总会得到你想要的美好 所以 不要期望太高 一样都是生活 放生之法良多 含义更多 与动物受困受害 想办法放他们一条生路 是为放生 选择素食 不在鱼肉餐桌上 大块多意 是为放生 待人接物 不斤斤计较 不与人争是非长短 是为放生 不自怨自爱 既不枉字非薄 又不居高自傲 是为放生 诸多放生之法 说起容易 完全做到 却是很难 只有深入 佛法所讲的 如来藏真理 真正搞懂 我与万事万物 是什么关系 当明白万法 都是我一人一念 之所变现时 才是一劳永逸 最直接 最终极的放生 好了 本期的视频 就为大家分享到这里 感谢您的观看 禅语陪您 聆听佛音 平息烦恼 安顿身心 如果您也喜欢 本期内容 请给我点个赞 还可以在右下角 点击订阅 或者分享给您的朋友 您的支持 是我最大的动力 咱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